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陆总 别闹 第三集,招风引蝶的陆毅 陆毅的手机又响了 以为还是陆新打的,看看都没看 直接将手机关了机 圆福的手机又响起,陆总是董事长的电话 真是头疼,陆毅揉了揉太阳穴,接 得到指令 圆福接听,他还等不及开口 电话那端就先开了口 你们在哪,为什么不在公司 圆福把手机听筒捂住 请示陆毅怎么回,陆毅把圆福的手机给拿了过来 爸,我手机没电了,我和圆福准备要出差了 先不说了,马上到机场了 没等对方回话,陆毅挂了电话 如果让父母知道他生病了,不会心疼他 反而会将他臭骂一顿 说他活该之类的 他之所以不接陆毅电话 就是不想被陆毅骂 一个月前,原家夫妇上门退婚 退婚原因,由于陆毅私生活混乱 已经有了婚约,还隔三差五换女朋友 陆毅因此成了千古罪人 父母恨不得让他在地球上消失 陆毅打了几十个电话过来 都是骂他活该的 不过,他无所谓,能退掉就好 婚约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双方父母为了联姻定下来的 未婚妻一直在国外上学,自始至终他没见过一面 就连对方的名字叫什么他都不知道 他也没兴趣知道 在他知道自己被联姻的那一刻起,就盘算着让对方主动退婚 在北城,袁家虽不及陆家在商界的地位高 但是袁家很有威望 袁家上两代都是参军的,且在军队的级别都很高 还有,袁姻在北城是大姓,随便在街上拉十个人 就有一个人是姓袁的,陆毅担心自己主动退婚 袁家会把所有的袁姻人集结起来,抵制他陆家所有的产业 那样,陆家的经济势必会下滑 挂了闺蜜电话的惊吓,在车里默默做了会 才发动汽车引擎,缓缓开着他那一般低调的宝马车离开医院 车子行驶在车水马龙的路上,一手慵懒地搭在车窗上 一手搭在方向盘上,不慢不快的车速,嘴角勾着甜甜的笑意 一夜未眠的他,看上去似乎没有半点困意 这都得感谢车窗外的樱花 樱花树站立在马路的两侧,樱花随风而飘散下来 唯美又浪漫,让人有种忍不住谈恋爱的冲动 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是弟弟袁志俊打来的 惊吓摸出蓝牙耳机带上,接听,喂!姐,你还是别回家了 爸和妈在家里给你相亲呢,说是一定要找一个比路易更好的人 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看来以后不能胡思乱想了 惊吓忽而觉得很滑稽,搞得他被退婚一样,他是主动退婚的 不是人家不要他,是他不要人家 那端没有听见惊吓的声音 姐,你在听吗? 嗯,知道了,臭小子,你今天不上学吗? 嘟,对方挂了电话,今夏也懒得打回去,那臭小子已经17岁了 他也管不了了,再说,还有父母管,他就不操纳心了 今夏找了一个停车地方,将车停了下来,美美地吃个早点 进了房地产公司,原本是休息的时间,用来看房子了 房子看好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医院,还没进入办公室 就听见一群小护士,在护士站里叽叽喳喳,1314病房的那个患者好帅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帅的人,生病了,还360度无死角 我听陪床的人叫他陆总,应该是个老板总裁什么之类的 我刚刚给他换钥匙,他还笑着对我说,谢谢呢 完全没有半点电视剧上演的那种霸道总裁气息 哇,好爱好爱,你要了他微信没? 没,担心人家觉得我太唐突了 下次,我一定争取要到 人群中,有人见到了今夏 停止了八卦,纷纷问号,袁医生好,袁医生好 原本脸色僵硬的今夏冲着他们甜甜地笑了笑 而后与他们擦肩而过,实在有些困,冲了一杯咖啡 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回想着刚刚护士的八卦内容 心里难难道,还真是招风引蝶 一杯咖啡见底 今夏起身进入1314病房 也就是陆毅所在的VIP病房 病房里只有陆毅,没见到陪床的圆服 此时的陆毅站在窗台边上 与近来的今夏四目相对 排气了吗? 今夏还是如早上一样冷漠的神情 在今夏冷漠的语气中,陆毅似乎察觉到了几分的厌烦 作为一个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冷冰冰的 陆毅又想找院长谈话了 排气了吗? 今夏机械地再问了一次 他正想开口 身体突然发出一道突兀的声音 空气瞬间都尴尬了 更尴尬的是他看见圆服就站在病房门口 此刻的圆服想夺也来不及了 只是换了个蓝尾炎 却把这辈子的面子都丢光了 他感到极难为情 而今夏却习以为常 淡淡道 嗯,可以吃东西了 首次进食,儘量以流食为主 说完 今夏平淡地走出病房 陆毅死死地盯着圆服 陆总,我去给你买点粥 圆服带着满满的求生欲走了 圆服带着满满的求生欲走了 那你做梦 你去带出门 我去参考 我去带出门